阿秋时 竟在生命电视台 阿秋时 竟在生命电视台 现在是教义 现在讲原教 是第四 那么张通边缘话法是教 那么前三教讲完了 现在开始讲原教 这个科判 一样的分三段 第一是标 第二 四 第三 节 标就是标出原教的名目 次名原教者 这一句就是标 这里所谓原教 因为前面别教说完了 其次说原教 什么叫做原理 下文是有解释 现在先简单说一说 原以不偏为一 不会偏 原 处处周到 原以不偏为一 它的意义就是不会偏一任何一边 而这个原教里面所讲的理论呢 是最高的境界 顺利 最彻底 而 断或最究竟 所正 最高点 啊 那么 就是 所有的佛法里面呢 原教才说的最究竟最彻底的教法 啊 当然 它的理论 是超出一般 啊 这个 我们所能想象的 不是我们能够想得到的 有许多呀 都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啊 所以 古的解释说 这个原教所说的道理啊 是说明这个不不可以心思 不可以口意的 啊 这个 地缘六度等等诸法 所以 他在四地里面 是说的无作四地啊 不假造作 本来如是 当体之真 啊 所以 在原教里面讲这个四地啊 苦地 他说 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戒一切诸法 当体就是真如 无苦可舍 苦不可得 因为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戒等一切诸法 这四间三节六道里面 所有的果报上的一切诸法 当体就是真如 啊 没有苦可以舍的 苦不可得 那么这个境界啊 他就是直接看到经题 不说外相 啊 如今做七七七皆经啊 例如说 用这个 这个存经啊 去做十法界 一正二报 一切万物 啊 那么 他不说外面的差别相 哦 这个经虽然是经啊 可是他的外相 是人 是菩萨 是佛 或者是下之 啊 地狱恶鬼出生 乃至一切种种的差别相 他不看这些 只看当体激精 那么这就所谓 无苦可舍 当体就是真如啊 啊 催促黄化 无非般若 啊 啊 清清 催促啊 西式菩提 啊 因为他以这种境界 直接看到他的诸法的离题 啊 当体就是真如自信 当体就是诸法实相 并没有那些苦报啊 苦的啊 意义可以说明的 无苦可舍啊 那么这是原教的无作苦地 至如己地嘛 己地就是烦恼 造业 可是 他也是直接看到他的本源 啊 烦恼即菩提 无名成劳当体就是菩提 既然无名成劳当体就是菩提 那也就没有烦恼可断 啊 烦恼也不可得 无名当体就是菩提 烦恼不可得 啊 啊 无己可断 没有己可以断的 没有烦恼可断 啊 那么业也不可得 那么这是直接看到诸法的本体 那么至于到底 在原教的看法 边斜皆中正 无道可修 啊 边是边见 啊 邪是邪见 无论是边是邪 当体就是中地就是真真法 啊 边斜皆中正 无道可修 道也不可得 啊 修而无修 无修而修 啊 这是原教的道地 啊 他无所谓什么中 边 正 邪 这些名乡啊 都是假的 他直接看到诸法的体性 啊 所以说无道可修 那么灭地嘛 生死即涅槃 啊 无灭可振 生死当地就是涅槃 离开生死没有涅槃 啊 因为有生死才说有涅槃 因为有众生才说有佛 众生不可得佛也不可得 啊 因此 无灭可振 这是原教的灭地 这种理论呢 都是超出三界外的 圣人的境界 不是我们六道凡夫所能想象的 我们只能两性 啊 深深的相信佛说的法 必定有他的特殊的境界 不是我们凡夫所能想象 所以叫做不可思议 十二因缘 也是不可思议的 不生不灭十二因缘 流转门也不可得 反面门也不可得 啊 流转反面 当体就是诸法实相 所以十二因缘也是不生不灭 也是不可思议 那么他所说的无论是 啊 三地 说三地缘永 啊 三观 一心忠德 啊 无论事相理性 当下具足 啊 世纪理而理之事 理事不义 不二 啊 他不离别 不是有 有接见 不是有见识 啊 那么 他只是这种教理啊 只能教法这个罪上跟人 也就是金刚经所说的 啊 只是为这个罪上圣者说 普通大圣根性还不能接受 是罪上的大圣根性啊 也就是所谓一佛圣 才能接受这个教法 所以这就是所谓原教 那么原教菩萨 这个原教的根性的菩萨啊 他在四地当中以界外的灭地为入道的出门 别教是以界外的道地为入道的出门 所以他有见识 而原教他是以超出三界外的灭地为他修道的出门 啊 所以当体啊 生死经验盘 烦恼即菩提 这是至高的境界 不是我们所能体悟 那么我们只能知道哦 有这么一回事 有这个道理 可是这个不是我们的境界啊 在我们凡福里 烦恼就是烦恼 菩提归菩提 啊 不能相继啊 生死就是生死 涅槃就是涅槃 也不能相通 那么这是凡福的境界 上面所说的都是原 原教佛的境界啊 那么这就是标 先标出原教的名目 是名原教者 下面是解释啊 呃 解释的时候啊 解释分两段 第一 是明一 第二 明位次 先解释原教的名相 它里面所含的意义 叫做是明一 然后说明原教的修正位次 所以叫做明位次 现在就先讲第一 是明一 是明一 解释原教的名目 意义啊 有两段 第一 是圆一 第二 明功用 先显示原教的这个名相上的意义 所以下面就是先列出这个名相来 圆 圆 这个圆叫做圆的意义啊 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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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 这一行文字就是解释这个名义 说明它的这个圆的名字的内涵的意义 就是约这个圆庙 圆蛮 圆足 圆盾 四种意义来解释这个圆教的意义 第一这个圆就是圆庙 圆教所说之礼最为伟庙圆庙 怎么叫做圆庙呢 三地圆庙不可思议 所以叫做圆庙 真地 俗地 中地 这个三地之礼彼此圆庙 真中具备俗地 中地 俗地中同时具足真地 中地 中地中同时具足真俗二地 三地圆庙 这种境界不是我们所能了解 是佛的境界不可思议 所以不可思议就是庙 智泽大师解释这个妙法连法经 他解释那个妙法的妙字 妙名不可思议 什么叫做妙啊 妙就是不可思议 这个唯妙啊 就是不可以心思 不可以口意 这种的境界才叫做妙 那么这是用妙来解释那个圆意 这叫做圆妙 其次说到圆满 什么叫做圆满呢 三亿相继 无有缺间 三亿相继 无有缺间 所以叫做圆满 说离最圆满 这个圆呢 大而无歪 小而无内 说大 他大到没有这个大之外的东西 因为这个大就是交变的 无处不变 最圆满的 所以他说离 谁举一发就举三发 比如说 说三地就是一地聚三发 三地彼此互相远用 说三观 一空一皆空 甲中皆空 说甲观 一甲一起甲 空中皆甲 说中观 一中一皆中 空甲皆中 所以凡是说离啊 都是三亿相继 互相远用 那么 谁举一发就举一切发 所以华言经说 一中解无量 无量中解一 那么 一切法当下具足 没有一点点缺少的 这就叫做圆满 那么也就是显示这个圆教里面的说理啊 最彻底 最究竟 最圆满 没有比他更殊胜 更超胜的了 所以叫做圆满 其次用圆足来解释那个原因 什么叫做圆足啊 圆见四离 一念具足 天台讲这个一念三千 就在我们当下一念心中 具足十法界 每一个法界都有具足十法界 那么就是成为一百个法界 每一个法界里面有十个如是 就是法法经 那么里面所说的 相信体力作 因缘果报 本末究竟等 那么如是相如是信 一直到如是本末究竟等 这十法叫做十如是 每一法界有十如是 一百个法界就是一千个如是 这一千个如是再配合五蕴 跟众生 国土 每一法具一千法 那么就是所谓三千信像 一念当下具足这个三千信像 理具四兆两重三千 一念具足 这个叫做圆足 这个道理 必定要彻底了解这个所谓一念三千之一 才能明白这个原因 就是圆足 圆满具足 无论是四相理心啊 都是同时具足三千的意义 理具 理本来具足三千 是四相上的表现 四相当体也是三千 理具四兆两重三千 一念具足 这个叫做圆足 其次用圆盾来解释 这是说他所修正 所断所正 都是顿超的 什么叫做圆盾呢 体非建成 他所正的理体 不是建制成就的 当下就是 他的教体本来就是圆庸的 本来周辨的 这就是圆益 他的理体本来就是如是 不是建制而成的 非建制成 所以叫做顿 那么所谓顿呢 他的结为一切一切 一切其一 他的断烦恼 一断一切断 一斧一切斧 一斧一切斧 所以这些道理就是显示他圆盾 不是按照次第 没有建制的 那么这个龙切经里面说的 初第即为八 无所有何次 初第当下就是八第 那么八第当下也具备初第 那么没有什么次第不次第 这是圆教的顿义 这些道理 我们只能呢 凭这个文字上知道有这些离而已 那么要体会啊 没有相当的功夫是不容易的 他的顿钞 不落见词 因即果而 果即因 因果不二 这种的境界 那就是圆顿 上面所讲的就是四元一 说明他圆教的意义啊 还是这些道理 其次说明他的功用 明功用 正文里面所说的 所谓圆福 圆性 圆断 圆形 圆味 圆自在庄严 圆建立众生 这就是显示这个圆教的功用 圆教的道理的功用呢 具备这些道理 所谓指下文来解释上文 圆和作品呢 什么叫作圆福 圆福 圆福五助烦恼 圆教的修圣 他能俘获的时候啊 同时顿福 五助就是四助在家无名筑地 见祸为一注 私祸分山 欲色无色分山 那么就是四注了 在家根本无名 无名注地就是五注 五注烦恼同时顿福 修原教的根性 他顿时能够把这五注烦恼 同时压福注 不使他生起现形 元福五注 福就是福祸 把烦恼种子的作用 把他压伏住 使他不能生起现形 好像石头压草的根情况一样 那么他能顿时元福 五注烦恼 不像前面的别教 他要刺地来 那么一步一步 见祸思祸慢慢的断福 他这里是顿时福解烦恼 元性 就是彻底 正性到诸法的常理 圆常正性 常注之理 一法聚一千法 那么随举一法 法法聚足 那么这种的道理 他当下能够彻底深信 所以叫做圆性 就是所有的教理 无论多广大 都深 都长 都圆 他同时顿时能够彻底信入 这就是所谓圆性 圆断 指他断烦恼的时候 一断一切断 所有的烦恼顿时而断 所以叫做圆断 断一烦恼顿时断所有的烦恼 所以圆断 圆行 论他修行的时候 一行一切行 随修一行啊 诸行与足 所有的修法统统具备 例如说 修一法 一切法去向于这一法 逝去不够 不能超过这个范围 所以叫做圆行 修一行 具备一切行 一行之中 同时顿具一些种种修行法门 圆位 是一位一切位 正到一个位置的时候 所有的位置顿时俱足 那么这个叫做一位一切位 就是圆位 论上求佛道方面 上求佛道 圆叫顿时能够圆自在庄严 自在 就是他不假公庸 能所一如当下俱备 一切道理 通通都是顿时俱备 所谓以一心三地为所庄严 一心三观为能庄严 以三观正三地 用三观的智慧来求正三地 那么三地就在当下一心中本来具足 三观也是一念心中当下去足 所以一心三地为所庄严的境界 修一心三观为能庄严的 这个地理的智慧 离为所庄严 智为能庄严 一心三智修一心三观 能庄严这个本有的 所有的一切功德 当下具备 就是佛果上的万的庄严 就凭这个一心三地一心三观 同时顿时俱足 能所庄严 这就是所谓圆自在庄严 下化众生 圆建立众生 他用四西谈 顿时普遍利益一些众生 他对于度众生的方法 就是以这个大制度论里面 所说的四西谈 第一叫做世界西谈 使众生得到欢喜的利益 第二叫做为人西谈 使众生得到深善的利益 第三叫做对治西谈 使众生得到灭恶的利益 第四叫做第一地西谈 第一西谈 第一西谈就是使众生入礼的利益 正礼的利益 西谈呢 西就是通通了 笼罩通通 谈呢就是布施 谈那的简称 谈就是布施 西谈简单说通通布施 对于度化众生方面 通通布施 那不是只说那个才是法师登 他这个通通布施 就是使众生断烦恼 正不提 最起码 他说法 使众生生欢喜心 这个叫做世界西谈 欢喜的利益 就是按照世间法 使众生生欢喜心 他虽然还不能深入 先说浅的 让他对世间法上 能够了解到佛法 那么就是在世间法上 求证菩提 明白佛法 那么使他生起欢喜心 这个叫做欢喜的利益 世界西谈 欢喜意 为人西谈 就是身善意 为了众生 要使他身善灭恶 使他身其善法 所以叫为人西谈 身善意 为了众生 要动化他 要使他身其善心 所谓众善奉行 要使众生 众善奉行 那么完全为众生 使他断恶修善的功用 越修善边 叫做为人西谈 身善意 对治西谈 灭恶意 灭恶的利益 对治 就是还有各种对治方法 比如说 不禁观 来对治 贪欲 这个慈悲观 来对治 嗔恨 这些对治的方法 目的就是要断除众生的恶法 灭除众生的恶法 所以叫做对治西谈 灭恶意 那么由前入身 使众生能够断恶修善 那么对治西谈 越诸欧目桌方面讲 所以佛法 无论你说多生多高 还是从前做起 第一步还是要使众生 诸欧目桌 众参奉行 先做到这一点 然后慢慢伸入 最后使他入离 所以叫做第一意西谈 入离 用第一意西谈 来度化众生 使他去向以诸法的离体 而由此正入 一心三地之离 所以叫做第一意西谈 入离 第一意也就是离 以第一意地之离 来开导众生 使他去向正入 一心三地之离 这就是所谓 原建立众生 建立度化众生的方法 播出这个四西谈 四西谈普遍利益一切众生 这就叫做原建立众生 那么这一段文呢 就是显示原教的功用 显示出原教的功用 原教的教理的功用啊 福祸 顿时服务住烦恼 论性 彻底深信圆满 圆满常住之离 论断烦恼 顿时一断一切断 论修行 一行一切行 论正位 一位一切位 论上成 上求佛道 以一心三地为所庄严 一心三观为能庄严 那么就是原自在庄严 论下化众生 就是以四西谈普遍利益一切众生 原建立这个一切众生 所以叫做原建立众生 这个道理都是 无论在站在哪一方面 哪一个角度来看 原教都是最高的 最圆满的 无法不拒 无法不变的 这就是说它的功用 那么把这一段文 对照那个别教的 八种意义啊 别教开头讲的那个 八种意义 它的修行的策定 意义比对起来 就可以知道 这个原教的原庸 不是弹中 是原中 原庸中道之理 就是大概如此 我这只是按照这个大意 顺着文字 做一个简单解释 不能深入细讲 深入细讲 不容易了解 如果真正要研究这个道理 要自己去下翻功夫 例如说这都是书在天台三大部 法法悬疑 法法文句 魔法指观 把这三大部的教点 下翻功夫之后啊 才能体会到上面所说的这些道理 这个每一个员都要把它解释到 彻底 这是困难的事情 有些道理不是用讲的 说不出来的 说出来的都是方便语 下文就有说到 那么没有办法 不得以用一言文字表达 表达的都不是究竟 文字表达出来的都不是究竟的 这就是所谓是名义 其次 名位次 说明原教的位次 这里有两段 第一 总名 第二 别师 先总名 然后别师 总名的正文 看出正文 诸大圣经论 说佛敬见 不供三圣为次 总属此教也 这总指 大藏经里面的大圣经 所有大圣教点 无论是经事论 里面凡是说到佛的境界的 凡是说到佛的境界的 那通通都是原教的理论 而这个一佛圣法呀 不以三圣共有 所以不共三圣 就是圣文原觉菩萨 那么这个菩萨 是指别教以下 前面说过 藏教通教别教都有菩萨 那么这是完全属于原教的 一佛圣法 所以不以三圣共 那么如果说这类道理的 通通都是属于原教 总属原教也 在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 所说的法 一旦实教当中 除掉这个欧函 欧函史里面 没有选入的原教的道理之外 如果您让您让您的惠心 合作 请继续 那请继续